接着来看这个潘彦强一门老师 木霉菌咖啡放扩培后 这个东西可以放多久 这个东西可以放多久 最主要就是你的干燥的程度 比如说我们扩培 现在是不是 它脑水分它就会继续繁量 所以你现在把它浓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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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之后 这个木霉菌它就慢慢慢慢 因为我们跟人参当 第一就是说有水分它会继续活动透气性 尤其木霉菌的 多数都是一个比较好气的困 不一样的菌株 因为木霉菌是一个统称 这个统称是一个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范围 一个鼠 很大的一个族群 有很多种不一样 所以它的特性也一点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人 跟我们人也有很多种不一样 只有皮肤的颜色就不一样 爱吃的东西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木霉菌也是这样 它有一个不同的 一个好气 这种特性 我们在多数是比较好气性的 一个这种东西 所以你在发酵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跟人参当 但是它没有水 它就一直温暖 所以你的保存的期限 就看到你的水分 比如说你在借责的这个过程里面 你让它一直翻 它这个温度一直降 降到最少 水分的含量 这种就能放进去 一般来说你能够 特性的水分在13%以下 这如果没有风干 没有 特别处理 如果能够到13%就已经算很大 13%你把它放 放半年 放一年 没什么害怕 但是水分 如果比较高一点 它就其他的杂菌会污染 所以通常这个时间 你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它这是含水分 含水分的这种 这个物关 就是说它所有的水分 所有含水分的这个物关 所以基本上应该是 没有什么太大的 这种没法说 一个一定的答案 没有这个一定的答案 但是这个可以放的时间 就是含你的水分有关 越大就能放越久 如果是越淡的 就比较多放得太久 我是都建议好朋友 就是说不要做多 就是说 我们大概要用多少 大概多少的量 不要说做一堆 去把它放起来 去放 因为我们没有那个 环境没有那个条件 我们不比清晰的这个工厂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没有那个生命 当然你如果有那个食物 有那个空间 有那个生命 这来做 这当然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 那些食物要放 你就会记住 就是那个水分 水分含量一定要比较多 这样 只要水分含量比较多 它就有办法放得太久 大概是这样 一般是有13% 放半年半年一年 都没什么要件 放半年一年都没什么要件 所以这等我好朋友 稍微做一个了解 所以大致上是这样的 这个情形 提供给你做参考 请不吝点赞 度吃 来 度吃 tin